诗篇第八十三篇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 神啊,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一言不发 看啊,你的仇敌喧哗 恨你的人都抬起头来 他们密谋奸诈 陷害你的子民 他们彼此商议攻击你所宝贵的人 他们说,来吧 我们来把他们除灭 使他们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 他们同心商议 彼此结盟,要和你对抗 他们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什玛利人 摩押人和夏甲人 加巴勒、亚门、亚玛利、菲利士和推罗的居民 亚述也和他们联合起来 做了罗德子孙的帮手 求你带他们好像带米店人 像在基顺河带西西拉和耶宾一样 他们都在尹多尔被消灭 成了地上的粪土 求你使他们的贵族像额利和西伊伯 使他们的王子像西巴和萨木拿 他们曾说 我们要得着神的牧场做自己的产业 我的神啊 求你使他们像旋风卷起的草 像风前的碎街 火怎样焚烧树林 火焰怎样燃烧群山 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 借暴风雨惊吓他们 耶和华 求你使他们满面羞愧 好使他们寻求你的名 愿他们永远受入金黄 愿他们暴愧灭亡 使他们知道 只有你的名是耶和华 唯有你是掌管全地的至高者 感谢观看